大概在2019年的6月1号 在东京都的列马区 然后有一个爸爸呢 打电话到警局说 自己杀了儿子 如果父母觉得小孩 他就是这个状况 他就是个麻烦 但我也不太敢跟你讨论 因为我跟你讨论 你就会发飙 所以呢 我只能忍着 去做最低限度的照顾 还有所有的事情 那个感觉就很像是 家里养了一个怪物 我哪里没辙 我每天就是拿东西给你吃 可是我不想了解你 当他没有给回应的时候 儿子就突然崩溃 所以他就毒打了他爸一顿 这是一个悲剧 如果获得这么多期待的 我突然发现了 我真的没有能力 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想银一郎 也在想这件事 我如果这辈子 永远没有办法超越我爸爸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想有好多好多的孩子 可能都困于这个想法 我都不想了 我 你 我